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吧 这一定是一场让人非常兴奋的录制 来看大屏幕 他两次获得中国戏曲梅花奖 他是河南省第二届戏剧大赛表演一等奖获得者 他出生于林园世家 母亲是玉剧大师常相遇的弟子 父亲是著名的玉剧作曲家 十八岁那年一曲春秋配让她展露头角 得到玉剧小皇后的美名 她就是王红莉 王红莉从小受家庭氛围的熏陶酷爱玉剧 三十多年来 她曾穿上戏服走上舞台 享受着观众的掌声 也曾不得已脱下戏服感受事态炎凉 一个女人的人生大戏 预剧小皇后的多彩人生 广告之后为您呈现 掌声有请王红莉 你好 大家也好 小王好 你好 欢迎欢迎欢迎您 欢迎 大王好 哥哥好 抱歉地拥抱一下 他们都说呢 在河南你被称作是玉剧小皇后 说你们剧团就叫小皇后玉剧团啊 对 那看来在河南的这片土地上 大家对你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应该是这样吧 应该是这样 对对 您真的跟王老师二十年前就认识吗 是啊 对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呢 这个不是有小湘玉姐姐吗 对 非常简单 因为那个我和那个湘玉姐是同在这个玉剧院的大院长大的 从小 你们算是发小 对对对 是的 因为那个我的妈妈是常老师的学生 然后我爸爸呢也是给那个常老师多次写文章作曲啊 然后我们是就是一块等一块长大 当时他到太原了 到太原以后呢知道我们去演出啊 就专门去捧我的场了 领着学生买了鲜花 嗯 还有当时我记得有有那个 对 那那花钱是我掏的 哈哈哈 也还有 是吧 还有 因为当时那个王导可能和湘玉姐是刚刚在热恋之中吧 对 对对 哎呦 这节目录得太别扭了 对对 但是 没事 我当时因为确实不知道有个王红莉有个小皇后 我要早知道你那么漂亮唱得有那么好 说不定咱俩那个什么 哈哈哈 确实话我的玉剧真的不懂 但是呢这些年跟王老师合作 他也偶尔会唱两句 我觉得今天我们现场观众啊真的很有耳福啊 我们两届梅花奖的得主 在这里我相信他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唱段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好不好 先来一小段吧 好吗 那我就先给王导我们两个来一段吧 哦 好啊 好啊 这个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这就不自信了 我一般都是糊弄他们一整套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个亲家母队唱吧 咱俩啊 你来个翻串懂不懂 好 来 晚离开家 直到你心里长牵挂 出门没有带被子 十字黄梦他离开家 你到家里看一看 他铺的什么 隔的什么 做了一床新铺盖 新铃新标新年华 在家没有中国地 他一次出发也没有哪 家里比你都能干 十人将了救人狂 咱俩要听当地话 朝阳狗 朝阳狗就是咱的家 王弘历出生于林园世家 父亲是著名的玉剧作曲家王玉生 母亲是长相遇的弟子王素珍 王弘历十二岁考入洛阳西校 十七岁进入了河南省玉剧二团 人称玉剧小皇后 江湾不回头 在事业最疯狂的时候 他却选择了下海经商 那么这其中都发生了什么呢 你这一辈子真的就是跟玉剧好像一直在打交道 人家才几十岁就一辈子 不是 半辈子 半辈子 对 因为我觉得也应该有四十岁了吧 多了 多了 没事 他都快六十还说呢 谁快六十了 五十出头 五十出头 半辈老太太真的确实很像 五十出头 王哥就是那个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何南都听说了 真的 真的 现在也逐渐的年轻化 因为我的徒弟们啊 团员们也都特别喜欢你 你看看 你看看 真的 哎呀 太激动了 对 河南来老乡了 可是 你看我认识王哥的时候他还没结婚了 等到我再见他他都立了 那个 洪历那个有一天给我打电话 我说洪历那个挺忙的挺忙 洪历说 哎 我跟你说啊 那个 哎呀 你可好啊现在 我说好 他说你跟那个旺房啊 能量可想双胞胎 真的 我觉得 姐 我俩像双胞胎吗 不 她老了点 龙凤胎 对 因为我感觉 龙凤胎他也是一块生出来的 这个并合呀 不是 来来来 给个镜头老师 来来来 站起来一下 啥意思 这就像双胞胎吗 像吗 不是 你俩确实像双胞胎 你看你们俩的脸 其实这么多年没见了 看到你们刚才交流 就觉得非常的亲切 对 你从很小就学玉剧 是 几岁登台啊 我登台应该是17岁 但是我从小就在那个 玉剧院的大院长大 我三岁的时候就会唱很多戏 他爸爸是作曲家 就是我们的很多戏的曲子 都是他父亲去写 就是用那个 常老师的老伴陈宪章 这是湘玉姐亲自告诉我的 他就说 他爸爸说 就是他爷爷说 说河南出了两个才子 那么就是说他爷爷算一个 对 然后就是说解放以后 我父亲算一个 就这样 爸爸 爸爸现在还会给你写东西吗 没有很遗憾 爸爸已经走了六年了 但是我演的二十多个戏 全是我爸爸给我做的曲 然后有的还是我爸爸写的剧本 我爸爸走了以后 就是我在演那个 《炸刀下的红梅》的时候 就音乐一响起 我的泪水差就出来了 就是忍不住的 那是爸爸的作品 是爸爸的作品 这一个作品 饱含了很多情感在里面 现在不敢经常演了吧 经常演 这部戏我们已经演了两千多场了 天哪 已经被这个 那个文化部评为 这个第二届 优秀保留剧目大奖 你有没有那种 就这一个剧中的一小段 可以的现场给我们大家唱一下的呀 行 好啊 好啊 就是只有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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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链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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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 新日 新日 两年轻 八月十五 再加终秋夜 夜晚飞 花流离 夜不召开大远回 学路放手 我只请 当国家 我百爱 回城市 我只请 当国家 我只请 当国家 我只请 当国家 十五岁的王弘历 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她前途不可限量 可是她突然离开玉剧团 下海经商 卖烤鸭 玉剧小皇后 为何突然转行 这样决定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 您是哪一年开始决定不唱玉剧了 去卖烤鸭去 91年 你怎么会去卖烤鸭 这离得也太远了 怎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我之前还是蛮幸运的 我是80年考入了洛阳系校 然后85年从洛阳系校毕业以后 就分到了省一居二团 在省一居二团里边 也演了几个大戏 得了一些奖 应该我当时是河南省最年轻的二级演员 可以说正是那个艺术道路上一帆风顺 正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干劲特别足 想大展宏图的时候 然后也是由于这个体制内部的原因吧 有种种矛盾吧 然后我就当时也是实行聘任制 然后也就没有聘我 没聘你 我没聘我被迫的 不是 就是团里没聘你吗 团里没聘我 你爸爸不是团长吗 我爸爸走了 到文化厅去了 关键你当时那么年轻的时候 一定心里非常不舒服吧 对 当时自己觉得就觉得天塌了 就那种感觉 就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从小的愿望也是当一个好的演员 也特别喜欢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就那种享受啊 但是就觉得怎么会不让我唱戏了 我怎么办呢 因为当时说真的工资很低 我记得可能也就百十块钱吧 90年差不多 然后自己也想 哎呀不挣馒头挣口气吧 不让唱戏了 看看其他的能不能做 那你爸爸为什么不想办法把你弄到另外的剧团去 而是选择了经商 有 我当时我记得有外省的团都要我 我湖北的团 但是我都觉得我的根在河南 我的家在郑州 就是卖烤牙也得在河南卖 我记得当时好像有个日本电视剧叫阿信 自创品牌呢 是从南京引进的 但是在河南当时很少 卖的是南京的牌子 南京的烤牙和盐水牙 就是一个卤菜店 然后我就决定把这个引到河南去 确实在那个团的门口附近 太远了 当时引到河南觉得在哪开啊 知道吧 因为二团呢 就在我们家 我们家在二团住嘛 在我们家楼底下就有一个门面房 然后我就想着 我说那我就试试吧 反正就在我们家楼底下 我不理解的是 那出出渐进 都是你们团里的人 全是团里的人 他们买你的牙子吗 好了以后有人买 关键是你不觉着别扭吗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因为当时也确实 也急于就是找到一个生存的门路 再加上确实这个房子便宜 因为我们家也近 也便捷 所以就很便宜的价位 就把它租下来了 你就开始卖烤鸭生涯了 对 我就从来 那两年就没唱戏了 没唱戏 生意卖的怎么样 生意我先给你讲 最好的那个生意 最好的就是中秋节 春节 还有这个春节 是特别好的 我中秋节 我当时我那个烤鸭的那个炉子啊 连续三天三夜就没有停 天啊 就没有停 就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这不就是印钞票吗 然后就是有一个火苗 当时我就看着了 到那个顶棚以后 哗就啄了 失火了 失火了以后 然后来了 我记得当时是三辆旧火车吧 来了才把这个火给扑灭 数钱的时候 自己心里想着 哎呀 累了也值了 累死也心甘呢 不是你在卖鸭子这个过程中 一点坎坷都没有吗 一直很顺利对吗 特别顺利 就没想到 就是说一开业 花花的钱就进来了 一开业就火了 火了以后 然后我记得我们是从一个店 一个店开到了三个店 当时还在我 还开连锁 连锁了已经 哎呀 所以就说呀 这个 那时候采访倪平大姐 她就讲过一个 她说 别人都说我幸运 但是我得说一句 就算明天不让我当主持人了 不让我当演员 我去卖馒头 我告诉你 我都肯定卖的 比别人家卖的好 所以真的是这样 就是 这个聪明人干啥都快 其实我觉得我也不聪明 我就是早上五点钟起床 因为我八点半 是要整个把货 要摆到柜台上的 我记得我那三个月吧 还是练功服 当时演出的一场 就练功的练功服 那三个月 几乎那练功服 就是我两套 一直就是来回洗了换换了洗 当时也是为了节约经费吧 没气根本谈不上 煤都不舍得烧 就劈柴 劈柴的味道出来更好一些 所以说烧火 劈柴都是我 所以当时就觉得自己 就特别像羊排风 然后呢 人家那边排着戏 二团还在锣鼓喧天的排着戏 我这边劈柴 然后我还耍着枪花 然后我就觉得我 你会不平衡吗 心里 一边劈柴 一边还要练功 耍枪花 耍枪花就要练功了 一边高兴 这让他们排戏心里面还是难过 有一丝难过 有一丝失落 有一丝失落 对 我觉得这得说实话 有难过有失落 但是呢我都觉得 我要多挣点钱 我想起做烤鸭那一段 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我就觉得这是我人生最低谷 就是走卖城的时候 但是呢现在回过头来看看 这是我一笔巨大的财富 真的是 真的是 所以我在想 那个时候你每天在那批柴烤鸭子的时候 现在说说啊挺愉快的 可是你想当时二多岁小姑娘 就跟她们差不多大 每天支个鸭子 我还卖过盒饭 不光是那个烤鸭了 当时全国的那个糖酒会 就在我们那个省体育馆 每一年一年一度的召开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个商机 因为离我们很近嘛 就是我就想 这儿卖盒饭也可以吧 然后进的盒饭 就是为了挣钱 对 然后一到中午呢 他们就是为了人多嘛 他们跟我们进去卖盒饭的时候 他们大门其实关着了 因为怕出问题 这时候这个练功的功夫就用上了 因为它那个墙是花墙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盒饭 一盒一盒一盒往里递 递进去 然后我人就翻过去 人翻过去以后 我的盒饭卖是最快的 因为什么最快呢 当时也年轻 嗓子吆喝也红亮 我都记得我当时说 怎么吆喝 那个小人参炖肉啊 小人参炖红烧肉 好吃不贵 就这样 然后还是 当时就是买二送一 真的是这样的 不是 你不觉得那时候 自己已经是个名演员了 这样很不好意思吗 当时什么都没想 没觉得不好意思了 因为豁出去了嘛 当时就是那个那些 卖盒饭的人说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 都买你的盒饭吗 我怎么了 说是你人长得漂亮 我就觉得呢 就说正是因为有了 卖烤鸭和顾客 接住的这段经历 因为当时在剧团 就是个演员 除了演戏 也很少的去接触 接触这个观众 当时也很多戏迷 因为现在感觉就是 为什么我的烤鸭声音 一开始就那么红火 其实很多都是 哎 我的戏迷 我来捅我的场 看过你戏的人 真是这样的 所以你一说这一段 我心里可难受了 而且那个时候 我相信你爸爸妈妈 比你还难受 是的 因为他们 他们一定知道 你是受他们牵连的 是的 是的 并且 我就刚说嘛 就不是在我们院卖吗 有买我鸭子的 然后还有说风凉话 说的特难听 比如说 然后我就在那卖啊 然后就说 嘿 你不是小皇后吗 你怎么不唱了 怎么卖鸭子了 你过来就说啊 就这样 你还唱啊 就这样说 哎呦 我妈都气的呀 就要给他们吵 我说妈妈别理她们 我说别理她们 我说总有一天 我说我要 然后重新回到这个舞台上 当演员的时候 就约束你 约束了很多 对 不敢吃 怕发胖 然后那个两年多 我觉得确实自己 放松了一阵 撒开了玩 撒开了玩 然后突然也有钱了 最起码当时应该是 在我们那个玉剧院 那个院里边 我算是 你成那个院里的大款了 比较有钱的了 当时我记得 你也是大哥大 BB机 对 然后还有车 都有了 但是呢 当得了这些东西以后呢 又开始想念这个舞台 自己觉得还是很失落 我热爱这个舞台 然后我还想唱戏 当时就觉得 就找我爸爸说 爸爸怎么办 我还想唱戏 我爸说 因为当时外省 也有人去邀请 并且给的条件也挺好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 我不愿意离开河南 我觉得玉剧的根 是在河南 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 我要在自己的家门口 就是办一个 省一级的民运剧团 起点是非常高的 因为在93年的时候 我们就投了100万 93年 你真够有钱的了 我记得93年 我第一个月工资 我93年上班啊 第一个月工资是200块钱 所以你们家 你们家就应该挂一只鸭子 供起来 每天给鸭子磕头 点上三株香 93年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要办 我就说 我就办一个最好的团 我要不办 这是你所有的钱吧 当时 所有的钱还不够 不够 然后亲戚朋友 有那个年代卖两年鸭子 就能挣100万了 还没有到100万 还差点 那也可以了 几十万是有的 对 因为你想想啊 那个年代几十万 90年代初几十万 跟现在几十万 那真的不一样了 1993年 王弘历凭借卖烤鸭 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钱突然多了起来 但是她的心里并不满足 因为在她心里 一直有一个玉剧梦 没有实现 我特别想知道 你那剧团成了以后 那鸭子店还做吗 不做了 这多可惜啊 不做了 因为什么吧 因为我觉得人的精力 是有限的 同时也是为了保证 我们这个生育 所以说交给别人 我怕把牌子给砸了 所以说就依然决然的 您可没了也不能砸了 对 您可没了也不能砸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办这个 小黄后玉剧团的话 也许您现在就是一个 烤鸭界的前辈 河南烤鸭 黄后鸭 黄后鸭 对 真的有可能啊 但是后来 开始办这个剧团 其实一开始还好 也这些年 从1993年到现在 20多年了 21年了 经历过最艰难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我们真是这21年 风风雨雨的 刚开始办团的时候吧 没有团指 没有 都是在租了 也是租了一个 破旧的那种幼儿园 从那个山东和那个商丘 招了一批孩子 最大的孩子我记得 可能有十四五岁 最小的就十一二岁 然后让老师领他们训练 练功 然后 你有这团 这二十多年 有团伴不下去的时候吗 我们遭遇过 这个全团的食物中毒 这个还是在96年的时候 然后我记得 当时我们是在 那个河北的武安演出 演完出以后 这是一个大的活动 因为是民营吧 可能在当时 在人的眼里吧 我觉得可能和国营 各体户 也是有所不平等的 所以吃的也不一样 因为别人都安排在市里边的 好的宾馆 然后给我们安排到一个 就临近郊区的一个 一个宾馆里边 吃的可能有不卫生的 因为我和我的爸爸妈妈 都是因为操心团里的事 就那天中午的饭 我们就没吃 就又提着劲嘛 你们几个没吃 没吃幸免 幸免了一劫 然后团里的人吃了 吃完以后 不是大家都化妆了吗 化妆演出 结果呢就是在 其实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发生了 就是后台 就是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因为《风影星宫》 那个戏王哥也看过 我一上场就是不下场的 就戏特别的重 戏特别的重 然后在演出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们那个追光 是不是出问题了 我就感觉就是 追光在减少 就是从四个减成三个 从三个减成两个 一个个的倒下 对啊对啊 我说这追光怎么回事 怎么灯泡烧了 是怎么的 然后我一下场 就在赶装的时候 就发现我们那个 就舞台两侧 躺的都是人 肚子按着的 然后趴着的 我来不及问 我说怎么了 都不舒服了 他们也是为了不让我操心 就说没事没事 王团长你演吧 就这样就这样 结果等到我一演出完 一下来乐队的人 该卸台了吗 乐队的人整个 都躺到舞台上 都这样了 天哪 当时就说 我妈说 呀你不知道 居然还都演完 居然都坚持演完 大家这种敬业精神 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食物中毒 我记得住院最多 最长住了半个月 然后最短的住了一个星期 这个有没有遭遇过那种 实在没钱的时候啊 想去北京夺梅花奖 但是一算 路费都不够 然后我爸爸就说 我们一站一站一站 演着去北京 为了夺梅花奖这个过程 我演了半年 哦 我演了半年 因为 于老师也有交代 当时我说 爸我想去夺奖 孩子听我的 一定要演够100场 你再去夺奖 演了半年 我记得我们河北的 一个满城县 当时可能离北京 就掉100公里了 这不是路途都近了吗 嗯 然后我演到了北京 演着演着演到北京 对 拿奖 对 在北京真的是100场 100场的演出是我站在了舞台上 去夺奖 这个真的是机缘巧合 我觉得也是天意 到今年 小皇后玉剧团已经成立了21年 她们每年平均下乡演出400多场 足迹遍布河南 山西 河北 山东等十几个省的广大农村和工矿企业 这21年里 王弘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玉剧演员 为玉剧事业的传承做出了贡献 这个此时此刻我们大屏幕之后呢 有一位你的学生 嗯 应该说呢 他也一直在听你的故事 我相信这么多年看你走过来 一定知道你的很多酸甜苦辣 让我们掌声有请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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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鸿梅 你好 你好 王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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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一看都是河南孩子 一看都是河南孩子 河南孩子 小周啊 你什么时候进这个小皇后艺术团的 我是04年毕业 毕业之后 然后 我怎么说呢 刚才听了我老师好多风风雨雨坎坷 我感觉我老师 你都不知道吧 对 有的听说过 有的真没听说过 但是我就感觉我太幸运了 我进了小皇后艺术团之后呢 感觉自己好像遇见了贵人 嗯 自己好像毫不费力的就到了这一步 真的 也就是说现在你是团里的主要演员之一 对吗 他是我的大徒弟 毕竟现在是我的助理 就是团长助理 嗯 然后更多的时候就是我 带一带她们 对 因为我觉得艺术是要传承 尤其是我们戏曲 嗯 是要一带一带的传承 没错 嗯 然后呢我也是觉得 小皇后这个 这个荣誉和名称 完全永远属于我 小皇后是属于一带一带一带的 后起之秀 嗯 一带一带的小皇后 对啊 对啊 那应该我们唱两句吧 唱两句 听唱两句 对啊 四眼 然后孙子 在哪里 我试快 我试快 一带他 没力了 看看和平日 我试快 中文字音乐 我试快 树树山丁啊 那呀和海 哎呀那呀海 那呀海 那海海那海海 那呀海 那呀海海那呀海海 那呀和海 那呀和海 这不也没啥词吗 就是呀黑呀呀黑 这个戏曲这就是戏曲的特点 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这种 我们山西邦子也有海海海 那你来两天 这个山西邦子的海海海 跟他们这个完全不一样 山西邦子的海海 啊海海海 啊海海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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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海海海海海 啊海海海海海海海 哈海海海海 哈海海海海海 哈海海海海海 哈海海海海 是吧 把那棍拿来了 把棍拿来了 差点长棍 拿来那棍 这NER 您来您來招一下 我先教你 好 我先教你 来你先 你先拿着 小心 小心脑袋 这个 你要 你要把这个手 这么砾过来 这个你想你粘上毛 你粘上毛你多像 你要先学会这个 你好好给人练练 这个他刚才说的枪花 这就是枪花 这叫皮球花 这叫皮球花 对对对 就是这个最基本的 一把 还有还出手了 好 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还准备第三次 再去冲一下梅花奖吗 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觉得 这个也是我爸爸的 一个遗愿吧 我觉得小黄武剧团 这21年 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 我们像一个小草 然后长成了一个小树 我首先就是非常感恩 就是我觉得 非常的得益于我们 这个玉剧这个剧种 得益于有这么多 喜欢我们的观众 因为观众是上帝 是遗食父母 是的 我也在想我们为什么要请 红绿来做节目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今天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 可能真的没有被那么多的 8090后重视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媒体人 我们有义务去宣传这些东西 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 还有这么好的剧种 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觉得你们有没有一起 可以唱着唱段 或者你自己再来一段 再唱个《台花叫》吧 可以啊 谢谢大家 一路走来 王红利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 小皇后玉剧团 之间已经成立了21年 这离不开广大群众的支持 王红利说 他的小皇后玉剧团 还要排出更多更好的节目 走向农村 为广大的农民演出 衷心的希望 咱们的传统文化 在一辈又一辈的艺术家身上传承 发扬光大 本节目由毕生源东方茶树功能好茶 独家冠名播出 每位来到现场的嘉宾都可以获得 毕生源东方茶树功能好茶提供的礼品一份 本节目奖品由 动脑不怕累 盼盼核桃会 特别提供 本节目由功能好茶 毕生源 独家冠名播出 我特别不喜欢哭 没有雨伞的孩子 你要学会奔跑 他曾三次参加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赛 却未能取得理想成绩 综合体我拿了零分 我是愣的 我整个脑袋是空白 就变成了一期 他曾一个人来到北京生活 经历过无数苦难 直接台下就有人说 你唱那么难听下去的 然后拿酒精砸去那里面 只有你自己知道 那个痛是什么味道 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的他 一直都在孤独中行走 我妈妈特别伟大 如果长大了 我也能成为那样多好呀 我爸妈很早 和我妈妈就已经分开了 当然了 伤害我一个妈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明天同一时间 大王小王为您带来的 顾丽雅 我的北漂生活 他曾经三次登上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网会的舞台 爸 我回来了 叫我什么 吓我一跳 他曾参与演出六部电影 以及四十多部电视剧 他就是小叮当 谢云山 小叮当的妈妈 第一次参加访谈节目 现场语出惊人 我今天一化妆 我就觉得我火了 我没想到我这么漂亮 我经常对着镜子 自己给自己磕头 曾经可爱的小叮当 如今已经二十四岁了 现场遭遇母亲逼婚 从家里也人家 从家在前 从家里也在后 我现在已经成相亲困难户了 妈妈首度爆料 小叮当出生时的种种威胁 脑缺血 缺氧性脑病 就相当于脑瘫 三三六坐八爬都没有 都不会 你们缺德了 就给你个傻孩子 你就得带着 大王小王周五特别版 小叮当 我有一个极品老妈 期待您的关注